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SBARU IMPRESA 硬提杀 一时之间有太多的画面从好海中浮现 从台位十足的 一台车透过台湾经典广告 经典港片中邓峰不惜重金打造的极品 IMPRESA 到WRC赛事中满是泥泞的拉力赛车 全是90年代到千禧年之间 热血青年们共同的回忆 IMPRESA在当时确实是叱咤风云的狠角色 就以台湾市场而言 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只要对车市稍有关注 就不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回到1992年代号GC和GF的初代硬皮刹在国外发表 分别推出四门房车和五门旅行车 而果然作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1997年引进的代号GC8的IMPRESA GT 2.0升EJ20系列水平队卧四缸涡轮引擎 加上AWD全时四轮传动 搭配五速手排 可压榨出218匹最大马力和29.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这样的设定居然百万有找 CP值真的非常高 到了1999年 当时的总代理 大庆汽车更是直接将IMPRESA GT国产化 定价也调降至90万元起 绝对是苏巴路在台的巅峰之作 这样的热度从97年起共维持了五年之久 以一款上市多年的车型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至于海外版的WX-Type R STI 或是宽体版的22B STI的性能就更加猛爆了 不论是2.0升的EJ20 或是加强版的2.2升EJ22涡轮引擎 皆可压榨出280匹最大马力和3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零百加速只需要5.3秒 22B STI作为公路版厂车就更加意义非凡 限量424台的稀有程度等同于超跑 顺便说一下 藤原拓海的老爸开的是IMPRESA WRX-Type R STI 和22B STI是有差别的 不是所有的双门车型都是22B啊 公元2000年 代号GD的二代IMPRESA在日本率先上市 同样推出四门房车和五门旅行车 四门WRX车型搭载2.0升自然进气 与涡轮塞两种动力 温轮版则有着230匹的最大马力 最大扭力36点攻击米 在五门车型方面 除了前速所提的两种2.0升动力之外 还多了1.5升自然进气版本可以选择 并提供前轮驱动或是四轮传动 变速系统则有四速自排和五速手排 这代车型于2002年在台发售 俗称圆灯版的前景款车型 在台销售成绩并不尽理想 除了圆灯造型意识上的人不太习惯之外 上市日期比国外晚了不少 还碰到日本推出小改款这一点 成了销售不佳的元凶 而台湾仅有贸易商引进欧规WRX STI数台 以及大庆汽车结束经营之后 有总代理Spot of Taiwan引进的20台自排WRX 这跟上世纪末大街小巷随处可见GC车系的盛况 的确有蛮大的对比 来到2013年总代理引进的小改款 类眼沙WRX在销量上略有提升 在动力方面 225匹的马力跟改款前相比之下下修了5匹 30.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则维持不变 为了满足Hardcore性能迷的渴望 在03-04年之间引进了60辆正STI 265匹最大马力和39.2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搭配6速手拍 随便一改都能加入300俱乐部 像是Brembo卡钳、蓝色鸡皮铜椅等等配备 原厂也是通通给你 虽然149万的定价不算太便宜 但比起同期10对头EVO还是相对的低价 2005年 二次小改款的银眼Impreza在日本上市 台湾总代理也有少量引进 但WRX改为2.5升 涡轮增压疫情 由于在税金跳了一个门槛 导致销售不如泪痕杀要来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04年时 Saba用92X这个代号发表车款 事实上就是使用2代Impreza旅行车为基础 在外观上做了一点小美容 换个牌子就出现了 连生产地都是在日本群马县 也让它获得SabaRu的称号 不过此款车也在GM7车出售SabaRu的股份之后 宣告停产 2007年3代Impreza诞生 车型一改过去以4门为主 5门为辅的基调 也把过去5门旅行车的设定改为5门先辈 只可惜 新任总代理 一美汽车接手的SabaRu 没有马上引进性能版STI 仅仅带来5门款 1.5升及2.0升的自然进气车型 最大马力110匹和150匹 再加上四速自排 又过了一阵子才引进拥有五速手排 最大马力230匹的Impreza WRX 相比过去 似乎真的慢了半拍 一直到2010年产品接近末端时 才有引进STI系列 此代的STI又被称为史上最速Impreza STI 四门五门任君挑选 由于引进的时辰偏玩 所以规格已是2011年的试样 拥有300匹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41.5公斤米 搭上SI Drive 智慧行车模式系统 包含智慧模式 跑车模式 高性能跑车模式三种 搭上六速手排 让驾驶者能轻易找到 属于自己的配恰风格 而后来的车虽然也是Impreza 但硬皮刹的封号变为了软皮刹 不只动力只剩下自然进气之外 WX也正式与Impreza分家 如同Nissan的GTR 从Skyline车系独立出来 是一样的概念 Impreza的第四代车型 从2011年生产到2016年 无论是四门或是五门 主要动力皆为1.63和2.0升的NA水平对位引擎 马力分别为115匹和150匹 搭配CBT无段变速系统 一听就知道是温良公俭让的绅士之车啊 2012年 电高版本的车型以XD之名问世 摇身一变成为当今流行的跨界休旅车 2016年第四代Impreza正式停产 至于五代Impreza 台外自2016年开始就销售至今 台湾则是在2017年正式引进 同样有四门和五门车款 只是路上的能界度真的不高 动力也只剩下1.6升NA水平对卧引擎 搭配改良后的CBT 而Impreza的主被动安全也越来越完善 像是iSight驾驶辅助系统就相当有科技的含量 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代前期 无庸置疑是SBALU在台的全盛时期 Impreza也因为WX和STI的驾驶红透半边天 同样也是因为WX和STI的脱离而走向反间 说到这 不免让人再度想起可敬的对手Lancer EVO 同样不敌时代的洪流而下台一鞠躬 没办法这就是市场 好在WX依旧保留那份沙位 传闻后继车款会搭载高输出版本的FA24引擎 动力将提升至400匹马力和49.9公斤米的扭力 虽然Impreza的热血已不在 但相信永远会活在车迷的记忆之中啊 我是某游戏赛亚兵 那我们下一次冰冰说车再见咯 拜拜 拜拜